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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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的朋友们,今天我们来开箱这个光环限定版的 Xbox Series X,自打新一代 Xbox公布呢,我就知道肯定要出这个 光环限定版,所以一直没入手原版 没想到因为疫情的原因,芯片短缺 这个普通版也不好买 所以入限定版感觉就更值了 这台主机我也等了很久了 今天终于寄到了,我们赶紧来开箱 背面还有一个试管掌特写 我记得普通版Xbox Series X背面是不是也是这张图啊 OK,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封条 撕开,这是有撕开的吧 但这胶粘的还 还挺牢的,还挺难撕的 OK,上面封条撕下来了 下边封条我们直接就拿小刀切开得了 算了,还是要给它撕下来吧 这,这胶粘性太大了 居然把这封皮上的纸都给粘下来一层 我现在还不要撕这个封条 直接拿刀切开就得了 微软真有你的 拿这么强的胶来粘这种可撕的封条 让我们把外表这纸套拿开 哇,这里边设计得太帅了 市馆长有点类似于黑白漫画那种风格 身上还有这种网格 像贴的这种网点纸一样 然后另外一面呢 哦,市馆长另外一个pose 这一面封条贴够多的 上面两个,下边两个 那就不撕了 我们直接用小刀给它切开吧 内箱再撕坏了 真的就有点得不偿失了我感觉 这盒子是 怎么个造型 哦,是这样 翻开的 我天 我好像翻错了 这是杆 哇塞 一开箱就是一个11T的盒子冲着我呢 好沉啊 游戏机 塑料膜 不是塑料膜 好膜 走开 主机外边居然还包着一层纸壳啊 这是 这个还可以打开 我们直接把这个纸套拿出来吧 就是一个简单的纸套 没有什么太多好看的 先去扔一边 我们把这纸箱子先拿走 连外边这层泡沫纸都兴兴点点的 看着跟着宇宙一样 像是包香蕉皮一样 哇 我们这台光环限定版的Xbox Series X主机 这上面怎么又脏了 这一代限定版主机的纹理设计 应该也是取自于士官掌身上的装甲 只不过配色呢 依旧没有使用士官掌的绿色 而以黑灰色为主 相以金边 这个配色我觉得真是非常漂亮 最上端的金线边缘呢 还有一道浅浅的刻线 但是呢也仅此而已 其他金线边缘呢就没有刻线了 完全是印刷 这点呢稍微有点偷懒啊 但架不住 我觉得这主机呢真是好看 与其说整个主机是这个身上穿的装甲 我感觉呢更像是头盔啊 士官掌头盔 上面这一块呢是这个护目镜的部分 所以说呢可以反射出士官掌看到的宇宙 尤其你仔细看的话 还发现上面有一层这个淡淡的这个黑色的纹理 特别像是士官掌护目镜上那种沟壑啊 我觉得我这个理论呢还是站得住脚的 另外这金色开机键 这金色Xbox的标志呢也非常好看 在这群星璀璨的背景下呢也显得非常亮眼 主机侧面呢还有四个胶垫 用来把这游戏主机呢躺着放的 但我估计大部分人家呢都会立着放吧 机养背面呢还有一个光华二周年纪念logo 剩下就是一些接口啊卡槽啊 没什么太多好说的 还有一点比较特殊是呢 我们这次限定版主机上方这散热孔呢刷的是这蓝色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见啊 普通版主机呢刷绿色的 或者这个刷漆操作还真是挺唬人的 一开始我看这主机的公布视频呢 我还以为上面能亮灯呢 结果发现不是灯啊是漆 也够可以的 另外就是里边这个风扇扇印上 也有这个蓝色小点点 感觉就是喷这个上面这层漆的时候露进去的一样啊 开玩笑啊 OK主机大概就这样 我们先把它放一边 我们再看一下箱子里边 或者其他的一些内容啊 一上来这里边塞的这应该是下载卡 不是下载卡 是什么 好像是主机的使用说明啊 Digital Direct 这是什么手机APP吗 这个大箱子里边 这是电源 哎呦火 HDMI线 还是电源线 我们刚注意到我们这次的游戏主机呢 终于是把这电源集成到这个主机里边去了 我天 没有这个巨大的外置电源板砖了 是没有吧 别回来 我刚说完里边又发现这个外置电源很想打我脸是吧 好像是没有啊 很轻的 然后这是我们这个主机配套的限定版手柄 里边还有两斤5号电池啊 这手柄看着也是怎么说特别的贵气是吧 黑色还有这金边 那说实话我感觉这手柄没有这主机好看 不知道为什么 后边依旧有这光环20周年纪念logo 跟我们之前介绍过这个师官长二代金兽饼对比一下高下立判是不是 盒子里边就没有别的东西吧 没有了 先把这盒子扔一边去 这明显不是下载卡 那是游戏下载卡在哪了 难道这在换的游戏下载码的分发方式了吗 哦这上写着了 content is delivered directly to your console during setup no calls required 就是说我们设置主机的时候 这游戏就自动下载了 并不需要这下载码 但这么一来我们是不是就不能把这游戏下到别的主机上了 比如说我不想在这主机上玩 怎么办 再买一套游戏 好主意 那包装里边东西就这些 下面就是我们限定主机开箱的保留环节 听一听这个开机关机音效是吧 我们赶紧把这些电源线连上 好应该通上电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开机啊 我们这个限定版主机的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好沉啊 首次开机 大家听一听这声音 这个开机音效真的比我们五代限定版开机音效轻柔太多了 我的天哪 我们五代的限定版开机音效能把人吓一跳 哎现在已经开机了 但真的好安静啊 几乎听不到什么噪音 当然也可能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过重的任务需要处理 没有玩游戏什么的是吧 电源键开机之后呢也会跟普通版一样点亮 现在大家看到这频闪呢完全是相机拍摄的问题 肉眼直接看的话呢是不会有这频闪效果的 然后关机音效 依旧非常柔和舒缓 太舒服了 哎 那话说回来这会不会就是普通的Xbox Series X主机的开机 关机音效 是不是也根本就不是限定版的音效 我给你听听 因为这声音确实没有什么光环特色 任何一款数码产品开关机使用的都不违和 好像貌似这原版主机是没有开关机音效的 行吗那这样吧 然后呢我还是把这个老版的光环5的Xbox One限定主机呢拿出来了 一点也没有原版Xbox One那种傻大黑粗的感觉 非常漂亮 再给大家听一下这恐怖的开机音效 Xbox One时候还有这大变压器呢 插上 后来Xbox One X有没有外置变压器我不记得了 大家准备好给大家听一下这五代开机什么音的 我天呐太中二了 然后关机 我当时就是被这关机音吓了一跳 好麦维什么顿爆炸了呢 太坑人了 还有五代限定手柄 光环无线限定手柄 感觉这风格差不太多 但是明显细节上呢还是五代限定手柄的更多一些 通常是光环限定版主机 你觉得哪代设计更好看一些呢 最后呢再把我现在 玩着这主力游戏机拿过来 来一个三式同堂 所以游戏机对我来说特别有趣一点 也是看他们这个外形设计的变化 包括各种限定版里边加入的奇思妙想 我觉得这也是游戏主机的一部分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游戏主机收藏家 所有这些游戏主机呢我买都是玩的 并不是单纯来收藏的 所以说呢我的游戏主机呢并不多 只不过呢正巧赶上我喜欢的游戏主题 赶上这游戏机换代就入手一台 当然这次这个SOS Series X呢 并不是我在这官网上买的 这台游戏主机呢我也没抢到 毕竟现在这普通版都不好买 这限定版呢就更别提了 大家都盯着呢 这台限定版呢也有我在eBay上加价买来的 但我觉得这价格还可以 花了5500多 尤其呢又是光环 又是二周年纪念 这噱头太足了 就入手了 想当年这两台主机 都是我直接从这个网上 或者从这边电器商场买的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购买压力 真是金非西比 真的是把这些游戏机摆在一起呢 才发现啊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Xbox都20周年了 游戏机陪伴我呢 不止20年了到30多年了 时间过得真好快 游戏主机呢 我估计肯定会一直玩下去的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Life is short, play more 这Xbox的广告语 还是Sony的广告语 我忘了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就行了 OK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光环无线》限定版 Xbox的开箱视频了 我也得赶紧去设置我的主机 下载游戏了 然后再玩一下 这多人模式体验一把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Bar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我天我这个Xbox One X真的好脏啊 怎么这么脏